火山爆发是一种相当可怕的自然灾害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身处的位置是远离迎面而来的熔岩和对人体有害的喷烟 那么观察这个现象就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火山爆发的景象既强烈又充满力量 还有一种独特的怪异之美 在地球上能与之相媲美的应该也是屈指可数吧 希望能集由今天Top10介绍的影片 让大家都亲身体会到这种震撼 感觉很有趣吧 那就让我们快速进入主题吧 斯特隆伯利火山爆发 意大利 斯特隆伯利火山坐落于意大利领海内 因为它在过去的两万年中不间断地喷发 因此非常有名 此外 这座火山的名字还被用来表示其中的一种喷发类型 也就是斯特隆伯利式喷发 猛烈的爆炸连续不断地发生 向大旗中释放出火山气体 火山灰和碎线 并使山顶产生震动 你现在正在观看的画面 就是摄影机所捕捉到的其中一次喷发 其实网络上还可以找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影像记录 因为这座不朽的火山是一个相当受到观光客们欢迎的知名景点 很有意思的是 还是有一些人正常地居住在斯特隆伯利火山的周边地区 这座岛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和成长 现在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人之多了 偶尔也是会发生大型的火山爆发 从以前到现在已经多次对人们的居住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但勤奋的当地人不畏艰苦 反复不断地修复和重建家园 拉帕马岛的火山 加纳利群岛 说不定大家听到这件事之后会感到非常意外 那就是加纳利群岛不仅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度假圣地 而且还是一个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 这个地区与其他有火山性质的群岛相连 他们在地质学上都算是相当的年轻 例如拉帕马岛的诞生 应该也不过是约两百万年前的事情 在这里 地震和火山爆发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 当我们以为冰岛的法格拉达尔火山终于缓和稳定下来的时候 接下来换成这座位于拉帕马岛的火山爆发了 并开始了一场大混乱 正当西班牙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 试图减轻火山噴发对人民和基础设施所造成的破坏时 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则是完全地被火山所喷出的灼热熔烟流和熔烟喷泉所吸引 各位请看 这的确是令人目不转睛看围观纸的美丽景象 这座属于老风山脉一部分的火山 于今年的9月19日再次发生喷发 西班牙政府疏散了数千名的当地住户 但这个强烈的地震摧毁了许多建筑物 已经对拉帕马岛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堪查加半岛的克柳切夫火山 俄罗斯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白雪哀哀的堪查加半岛 它位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这一座是克柳切夫火山 同时拥有着许多项享有圣域的称号 它不仅是欧亚大陆中最高的活动型层状火山 也是堪查加半岛的最高峰 这座山的火山活动之所以会如此活跃的原因 可以很简单地就说明清楚 克柳切夫火山的历史还不到七千年 是一座年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山峰 科学家们所知道的 也是克柳切夫火山首度有文献记录的爆发 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左右 由抵达堪查加半岛的第一批俄罗斯研究人员 和外来移民者所记录下来 在那之后 火山爆发几乎都是有规律的重复 偶尔会夹杂着短暂的中断期 进入21世纪之后 就已经爆发了十次之多 你正在观看的影片 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爆发状况 时间是在今年的2月至3月之间 这画面看起来很像是在地狱中拍摄的吧 但是就在过去几百年间的观察记录而言 这竟然还算不上是克柳切夫火山最猛烈的喷发 虽然灾难不断地重复发生 但令人感到幸运的是 因为该地区的人口数非常的少 相对的灾害对人民 财产和基础设施等的损害也可以降到最低 塔乌鲁火山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火山数量很庞大的国家 因为这里的火山爆发可以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如果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生活水准比较高的国家 基础设施也落实完善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观光客涌入这个地方 这个影片拍摄到了塔乌鲁火山在2014年喷发的现场实际状况 这座喷火山都会定期地释放出熔烟流和喷烟 例如这是在1994年的火山爆发 当时拉鲍尔市被彻底摧毁 并被火山灰覆盖 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大部分的居民都得以安全地撤离 但也不得不在别的地方重新建造这个城市 有一个被称为拉鲍尔的大火山口 就是以这个城市命名的 塔乌鲁火山坐落于拉鲍尔火山口内 与其他的火山如青兄弟般的紧密地相连着 这个地区的火山活动已经持续了有数千年之久 公元535年到536年之间 地球的气候急速改变 造成了近2000年来最严重的寒冷化 有研究学者表示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拉鲍尔火山口 或是他的兄弟发生大喷发所导致而成 2015年 位于智利的小镇巴拉斯港附近的 卡尔布科火山爆发了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那个像核弹爆发般强而有力 而令人万分惊恐的蘑菇形喷烟 在当时那个震撼的一瞬间 应该有一些当地人民和观光客都以为是核武战争要开始了吧 之后智利政府从巴拉斯港和其他周边地区疏散了非常多的人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惊恐 但幸好人民和物质方面都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 不过有些东西却因为这次的火山爆发而从中得利 那就是海洋里的藻类 2016年智利海域爆发了大规模的水滑 又被称为藻滑 根据科学家们推测 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火山灰落入海洋中 并沉积在海底所导致而成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灰烬具有提高肥沃度的作用 至今为止卡尔布科火山曾经发生多次喷发 其中一个例子是在1961年的喷发中 含有火山灰的烟雾柱向上空喷出的高度约达15公里 而在1893到1894年的喷发中 如同炸弹般的火山碎屑散落至8公里之远 法格拉达尔火山 冰岛 冰岛的首都雷克亚维克 位于它周边位置的法格拉达尔火山 于2021年3月19日的晚上剧烈的活动恢复了生机 法格拉达尔周围的地盘 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呈现着非常高温的状态 根据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在地面下发现了高达数千次的微弱震动 在那之后 沸腾滚烫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出口 喷向地表之后化成了一条火盒 虽然冰岛政府和救援队不断地警告大众 接近法格拉达尔火山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但这里却迅速地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有很多凑热闹的人为了要到现场参观 而做了精心的准备 例如利用无人机从鸟类飞行的高度进行航拍 但也拖了这些人的福 我们现在才能欣赏到这个火山口滚烫的沸腾 犹如地狱咕噜般的震撼画面 即使到了现在 法格拉达尔火山仍然不断地在散发热度 都已经到现在了 容颜还是不断地流出 什么时候再度喷发 好像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对冰岛本地而言 这次法格拉达尔火山的喷发 应该是从21世纪初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 你还喜欢今天这集 捕捉大自然凶猛样貌的影片和画面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并帮我们按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有任何意见和感想 也请留言在下面的留言区 各位的评价和行动 都是这个频道成长的原动力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精彩的影片吧 拜拜